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巧克力饼干 加腰果 那首先看一下原材料 好像熏热到350度 然后呢融化黄油 现在呢把红糖白糖还有黄油 放到一起 然后呢加面粉 再一个鸡蛋 然后加可可粉 加一点点牛奶 加一点点Baking Soda 就是小苏打 小苏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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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刚加了巧克力 有黑巧克力 还有牛奶巧克力 然后巧克力的榛果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 好 接下来就是装盘 拌一拌 那烤箱现在已经350度预热好了 我们就把cookie送进去烤 那么在等待cookie的时候呢 我们先聊一聊 那么我刚所用的腰果呢 是我在Casco买到的 那这种呢是没有烤过的原味的腰果 那如果你在外面买到那种没有烘 没有烤过的坚果 该怎么吃呢 400度烤箱15-20分钟烤熟了之后 可以撒盐或者是糖 或者是裹上一层蜂蜜 都是很好吃的 那么我今天用的巧克力呢 是在日本超市买的 美姬 是我最喜欢的牌子 然后 然后就没有烤过了 登登 登登 出锅啦 嗯 超级好吃 嗯 嗯 腰果子烤箱了 好吃 你要不要尝一下 嗯 哇 看这个夹层的小个链 嗯 嗯 嗯 好吃啊 好啦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个赞 订阅转发加评论哦 还有要开启小链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公知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要看这个夹心 旁边有巧克力 还有腰果 看这个夹心 有没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嗯 好吃 所以今天准备点出锅子